五岁的吴坤庆 他宁愿只吃白饭 也不愿意让小动物们受到伤害 每次我有给肉他吃 他会选出来 他选出来过后 他就讲我要吃素 我不要杀生 然后我说 为什么你不要吃这些呢 他讲对身体不好 老师讲吃素 对身体健康 为什么要吃素 因为不要杀动物 谁教你不要杀动物 你不要杀动物 你去杀动物 妈妈 等一下杀动物 去杀动物 妈妈就不得了 那么现在呢 带他去CFC 他跟我讲他不要吃 因为怎么他讲 炸那个薯条 那个油可能有肉的 他会这样讲 所以我也没有想到 才五岁的孩子 会这样分析到这样清楚 他很诚心 我们是说 怕他不够营养 不够蛋白什么 我们有尝一点鸡肉下去 尝在饭里面 他要一口了 他知道里面有肉 他会选出来 平时给他吃东西什么 他会先拿来秀 过后他才吃 我有去问老师 会不会不够营养 还什么 后来老师就说 不会啦 在家里我们有给他那些 好像五股粉 豆腐 鸡蛋之类的 尽量给他吃这些 吴坤庆的决心 让阿公阿嬷很担心 但是后来却是很放心 因为他的身体的确是越来越健康 他还没有吃素之前 会比较多 饼 因为他的喉咙会发炎 但是他吃了素 他会比较健康 然后他的排 排泄也很好 很正常 也比较少说喉咙发炎 发烧什么 然后他就讲 我的喉咙吃了菜 很舒服 我不要吃肉 现在我们煮的东西 晚餐什么都很简单的 有时候就一样菜 好像他很喜欢吃那个蘑菇汤 我们就放蘑菇汤来讲 就说红萝卜 那个马铃薯 他吃什么我们就配合 就不会浪费 那你要菜菜吃到几时 吃到老了 然后你要吃到老了 还要叫谁一起吃 全部了 当然新闻就是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再来看到伦敦地铁大罢工 上百万人